勇闯四季城中有不少的冷知识 阿毛长的粉嘟嘟 还以为是女生 没想到是男孩子 小莫的脊脚仔细看能发现是一长一短 勇者们为了打败隐王 需要很强的实力加上厉害的武器 蓝羊羊的武器叫千米弓 小莫曾说过沸羊羊的石头叫变身时 但沸羊羊的武器是狂战石 爆发力非常强 当然也有弱点 那就是实力草 西羊羊的武器是勇者之剑 攻击力极高 不过旁边的两片雪花让人看不懂 勇者之剑并没有冰雪的力量 后来才知道 原来勇者之剑会碎得像雪花一样 蓝羊羊的盾牌叫守护之盾 需要很厉害的飞牌技术 很多时候能看到 暖羊羊都是将盾牌丢飞出去的 整体是粉红色 看起来相当有少女心 灰太郎的聚灵宝杖很厉害 拥有三种元素能力 美羊羊的武器是零兽弹 孵化后就是十九 攻击力还是挺强的 又能够飞行 鞋带还特别方便 不需要它的时候就会变成一颗宝石 四季城有很多怪物 比如独眼怪 鲨鱼 花狗和花包怪 还有影王的手下 那三怪兽还是有不少镜头的 阿毛是一只兔子 浑身长满了毛 不管是它的毛色和外表还是声音 都让人认为它是个女孩子 但其实它是男孩子 阿巫是一只乌龟 浑身都是绿色的 眼神看起来有点呆 它比一般的乌龟还要慢 因为它身上不仅有乌龟壳 还有蜗牛壳 阿沙是一只雕 外形更像一只老鹰 谁也没有想到 小莫居然是影王的儿子 潜伏在小羊们身边这么久 大家没有察觉到一点 不过它还是上囊的 小羊们能活下来全靠它 从官方前期设计的形象来看 它的鸡脚是长短不一的 后来经过了修改 小莫的脚才变成了一样的 胸口和额头上的宝石叶从绿色变成了黄色 就连披风也变得不一样了 就连金灵模样时 也有过很多肺高出现 最终选定了小莫这样的形象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